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到的VUZ.js详解 我是你的天心讲师,爱你 讲完了js表达史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在表达史当中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固立去 固立系 固立系 那么这一个语法 还是跟我们亲爱的Angularjs是一样的语法 它有一个filter 那么这样关键词语都是filter 好,那么语法也是一样的 就在这里 好,一个信息后面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一个竖线 然后后面就跟上我们的固立系 好,那么这种固立系方式呢 我们把它叫做管道语法 但是呢,记住管道语法 它并不是JavaScript语法 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在表达史内 直接来使用固立系 我们应该把它放到表达史后面 换句话说在这里 我们的这一个竖杆 后面是固立系 前面我们可以写我们的信息 也可以写我们的表达式 可以是表达式 也可以是我们的重温的 什么都可以 那么前面我们怎么写都行 记住竖线之后 就是我们的固立系 那么后面我们就不能 再用我们的表达式 OK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吧 还是我们这一个例子 但是呢,我稍微辨了一下 还是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稍微辨了一下 我们在内蒙这里来进行一个固定器 后面我们给了一个upcase upcase我们给它加在这里 好,我们先不要它 先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 好 Name这里还是像这样的 显示出来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呢 当我们把它加上去之后 upcase我们把它加上去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呢 真大年的刷页 盯着我选择的这张文字 然后我要刷新了 好,这奇迹的时刻来了 OK 它变成了大写 好,这个没有任何的征兆 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任何的去管理它 我就直接像这样一弄 它就变为了大写了 OK 像这样,我们可仔细看 在这里 它的文字 文本 直接从文本层变为了大写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固定器 好,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我在这里把它变为了大写 并不是在CSS里面加了一个text trustform 等于upcase 我并没有加这个属性 然后呢 它也并没有去改变我们的这个CSS属性 仅仅是什么呢 仅仅是我们添加了一个固定器 然后呢 这文字就自动大写了 那么这个upcase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它是我们 任意的机制 它内建的 内置的固定器 那么讲到以后 我们还会再讲到什么呢 讲到以后 我们还可以再讲 我们自己来创建一些固定器 那么这个是我们以后的地方会讲得到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强调一下 固定器它可以串零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只能固定一层条件 我们还可以多一个 比如说像这样的 message 然后呢 field a 再来个field b 好 比如说一个表格 一串表 我可以先过例一下什么呢 我可以先过例 它是否是 是中文 对吧 我表里面的 是否是中文 好 中文里面都好 然后呢 在中文里面的 有一串名字 我们先过例出 我只要中文名字 然后呢 我再过例出什么呢 姓詹的 我只显示姓詹的 OK 我们可以现在双重 双重过例 那么固定器除了可以串联 它还可以接受一些参数 比如说像这样的 好 我们的固定器 在固定器当中 我们可以参与相当的两个参数 OK 两个参数 它各有各的效果 各有各的一些变化 比如在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要固定不同的内容出来 好 通过一些筛选 比如说现在 我以 我用姓名 我用姓名来排序的时候 那么行 我固定出来的就是什么呢 好 我固定出来的是 A字我开头的 好 下一次 我要排列的内容 我要排列的内容的话 我是 我要以 年龄来排列的话 好 行 那我固定的时候 我就要让它是什么呢 年龄比方说大于20岁的 OK 那么它也会变化 所以呢 这个参数 它可以接受一定的参数 好 讲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固定器 OK 那么我们的表达式 就到这里 就讲完了 好 好 谢谢大家